鬼哥说电影 一个直爱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大家好我是鬼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高评分好口碑的悬疑电影 目击者之追凶 剧情极度复杂烧脑 鬼哥会尽可能说的详细清楚 朋友们也尽量别走神的仔细看 接下来鬼哥解说正式开始 小七是台北某报社社会组中的一名记者 也就是传说中的狗仔队 追踪热点 见缝插针是他们的本能 这天晚上小七开着他新买的二手宝马 下班回家时 从情形通里听到了最新播报 距离他不远的快速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 职业的本能促使小七调整路线 向着事故地驶去 抵达后第一时间拿出手机进行射路 当他走进车祸现场时 发现坐在豪车里的司机 是立法院的张立伟 晕倒在副家驶上的 是最近很火的一名嫩魔 小七没有进行任何救助 而是在各个角度拍下清晰的照片 回到车上后把这则新闻的标题 按照个人理解写成已婚立委 地下情曝光 然后把照片连同快讯一起发给组长阿宁 他明白这条新闻必活 不多时组长阿宁就给小七打了电话 向他确认新闻的真实性 小七得意洋洋的做下保证 毕竟自己是最早抵达现场的人 阿宁表示会向主编做出汇报 小七这边刚刚挂断电话 就被另一辆车撞了上来 对于此刻的他来说 显得是那么讽刺 好在车祸不算严重 小七也只是手臂受伤而已 把受损汽车送到好友阿吉修车铺之后 经过对方检测发现 他买的这辆二手车 是被车行大改过的贴换车 小七得知后大怒 离开修车铺之后 直接来到警局 找到相处的王组长 让对方帮忙找出这辆车的原始记录 长期都在吃着小七好处费的王组长 自然不会拒绝 他把这辆车的现有档案交给警员阿伟 要对方帮忙在系统里查找 邱哥是报社里的主编 但已经提出退休准备进入政坛 这天晚上在他的生日聚会上 小七也被邀请过来参加 由于最近立委的那条新闻报道 把他也推到了风口浪尖 在场的众人纷纷夸赞着他的能力 生日聚会结束后 小七主动担任司机开车送组长阿宁回去 半路上阿宁看到手机上的短信后 眼中留下泪水 一旁的小七问他是不是和男友吵架 阿七对此没有否认 小七借机推销自己 认为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才更合适 阿宁看着他没有说话 而是直接凑句开始亲吻 这天晚上两个人发生了亲密的关系 可在第二天早上醒来后 迎接小七的却是晴天霹雳般的坏消息 前几天的那场事故新闻彻底搞砸了 立委并没有和嫩摩儿出现地下情 两个人早就已经登记结婚 只不过还没有对外公布而已 那篇报道严重的影响到他们的声誉 对方已经委托律师向报社提起诉讼 同时小七这个撰稿人也被媒体扒出 他已经涉嫌诽谤罪 来到警局后王组长告诉小七 经过查询可以确认那辆车的确是贴换车 发动机没有更换 可外表全都换掉了 在九年前曾有过严重事故 车主搭闯死亡 另外一名女性乘客受伤 肇事者至今也没有抓到 小七一边听着王组长的介绍 一边看着手中的资料 他发现事故照片非常熟悉 紧接着在问询笔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这才想起九年前的那天雨夜 当时他刚刚进入报社不久正在实习 无意中见到了那起车祸 小七拿着相机跑过去的时候 只见到那台肇事车的尾灯 想要报警时才发现没有信号 于是他走到车祸现场进行拍照 回到报社后 从组长阿宁的口中得知 自己被裁退了 他立刻想到是新上任的主编中文搞的鬼 对方一直都看他不顺眼 小七找到已经退休在家的老主编邱格 对方说立伟那件事确实弄得很糟 提前也没人知道他早就离婚了 况且这个人和报社老板关系很好 小七运气差 撞到这种情况 当天晚上他找到好友阿吉一起喝闷酒 聊起九年前的那场车祸 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巧 作为目击者却买到了那辆试户车 阿吉听着对方的讲述 表情显得有些错愕 只不过小七始终都没有注意到 回家后他找出九年前的那个相机 打开储存卡 准备再次查看当时的车祸照片 却被小七发现中间少了好几张 直接告诉他这件事并不简单 第二天他让阿宁偷偷的带着来到报社资料库 查找九年前车祸前后发生过的重要事件 发现那天有个负伤的女儿遭人绑架了 歹徒成功的索取到1500万 可肉票却始终都下落不明 阿宁对于他重新调查车祸感到好奇 小七说九年前我还是实习生的时候 我们整个编辑部一起去吃饭 吃完后拍到了那起车祸 我记得那天中文也去了 昨天他发现当时拍的那些照片中少了几张 回想整个过程只有中文碰过相机 删出照片的人肯定是他 因此他想了解整个事情的真相 不明白有什么秘密值得他去删照片 随后他们先是找到九年前 车祸中幸存者徐爱婷治疗过的医院 在这里查到了那个女人的基本资料 根据地址来到了对方的老家 从附近的街坊口中了解到 徐爱婷很久都没回来了 只是定期会游击一些茶叶给他妈妈 小七家就是种植茶叶的 他喝到徐爱婷游击过来的茶叶后 心中泛起了嘀咕 开车返回台北的路上 他对阿宁说 这种茶叶市场售价很高 可徐爱婷的家庭并不好 咱们可能喝得上这么好的茶 像这种等级的茶叶 在台北也只有一家店能办 两人一起来到茶叶店后 从老板口中了解到 这个女孩就住在附近不远 时不时的便会过来买茶 对她印象深刻是因为每次都会用现金 往往买茶的顾客只需要一个电话 刷完卡之后老板会送货上门 几个人正在闲聊时 正意外的见到走进茶叶店的徐爱婷 对方的脚有一直是脖的 小齐给他递过自己的名片 想要了解当时那场车祸的详情 徐爱婷说 死去的车主此凡是他男友 当时因醉酒快车才会被撞 也没能见到肇事者的样貌 他的脖脚就是那场车祸造成 不想让小齐继续揪着不放 毕竟都过去那么久 回到家后小齐再次翻出 从警局那边拿来的车祸资料 他看到验尸报告上 写着车主吴酒精反应 也就是说那个徐爱婷撒谎了 恰好此时他接到了对方的电话 徐爱婷拜托他 不要再和任何人提到和他见面的事 也不要继续追查那起车祸 当小齐提到吴酒精反应这件事的时候 徐爱婷很久都没有说话 小齐这边听到电话里 有人在喊徐爱婷为房东 徐爱婷刚刚回到家就听到了门铃声 他让小齐等一下 可紧接着小齐就听到了徐爱婷的呼救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茶叶店 从老板口中问出徐爱婷的住址 当小齐来到对方的家里后 发现门锁已经被人强行破坏 徐爱婷并不在房间 走进卫生间的时候 恰好看到跳出窗外的歹徒 他急忙追了过去 可跑到楼下后发现对方已经不见了 此时的徐爱婷 被手铐靠在一处距离机场不远的房间里 他利用跛脚架上的铁丝捅进手铐 一番胡乱的捣鼓后 竟真的打开了手铐 恢复自由后第一时间把电话打给小齐 但对方没有及时接听 电话转到了语音信箱 徐爱婷发现房门正在被人打开 小齐在留言中先是听到徐爱婷的求救 紧接着就传来他的哀嚎 小齐明白对方一定是出事了 急忙来到警局找到认识的人 可对方听到电话留言中的呼救后 只是平淡的表示会去查询 让他回去等消息 小齐回到家里再次打开电脑 查看九年前的事物照片 他发现道路转向镜中 反射出那辆肇事车的牌照 这是一辆黑色的温驰 可由于距离太远天色较黑 小齐只能大概的看出牌照上的数字轮廓 以此写出八个备选号牌 来到警局后通过那个警员阿伟 调查出这几个车主的资料 他发现其中竟然有一个老熟人 曾经的主编邱哥就拥有这个号牌的汽车 离开家后 小齐接到了阿吉的电话 对方让他来修车铺 告诉他关于九年前的那件事 当小齐赶到后却见到了邱哥 对方站在巷口一动一动 漆黑的巷子里 躺着阿吉的尸体 警察赶到后迅速的封锁了现场 小齐对邱哥提起九年前事故案 以及车牌的事 邱哥说你是在怀疑我吗 九年前我把车放在阿吉这里维修时 他为了把妹耍帅给接走了 那个晚上本就下雨露滑 阿吉一边开车一边和美女耍闹 意外的撞到了死烦驾驶的车上 当时他也曾下车查看 见到里面一动不动的伤员后 准备打电话报警时被美女阻止 毕竟他是酒后驾驶 阿吉也担心报警后自己被抓 索性开车逃离了现场 后来也把这件事告诉了邱哥 祈求他不要对外说出去 昨天阿吉突然给邱哥打电话 对他说通过跟踪小齐了解到徐爱婷 后来去对方的家里想花钱私聊 却没有见到徐爱婷本人 反而差一点被随后跟来的小齐抓到 几个小时前打电话叫邱哥过来 一起想办法 阿吉觉得只已经包不住火了 谁知当邱哥赶到后 只见到从楼上跳下来的阿吉 警局根据纳通电话留言 查到徐爱婷被关的大概位置 小齐也跟着警察来到了这种楼 在逐门逐户的检查中 他意外的见到了一个认识的人 对方正是几次帮忙查询车辆信息的警员阿伟 小齐走进房间 搜查一圈也没有见到外人 只在卫生间里看到了几只猫 准备离开时 小齐注意到摆在桌子上的照片 里面并没有阿伟 那是因为他不知道 这里并不是阿伟的家 他只是过来帮出国的邻居阿姨喂猫 阿伟在第一次查询小齐那辆贴换车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终于等到了 随后他一路跟踪着小齐 了解到徐爱婷的住址 并强行破开房门把徐爱婷抓走 对方此时正被囚禁在阿伟的家 九年前绑架负伤女儿后 成功勒索1500万的歹徒 就是阿伟徐爱婷和已经死去的子凡 当时身受重伤的徐爱婷 被阿伟从医院里接了出来 一边洗钱一边照顾他 突然有一天阿伟发现 徐爱婷带走了所有的钱 为了找到他 阿伟更是做了警察 可没想到最后却是借了小齐的光 小齐再一次来到好友阿吉的修车铺 在神看前点上一支烟击败对方 随后在店铺里私下闲逛时 突然注意到墙壁上的照片 其中有一张九年前的照片吸引了他 随后小齐偷偷的跟踪上邱哥 对方在上次的解释中撒了谎 而邱哥深夜出来要见的人却是阿宁 对方是他已经相处十年的秘密情人 甚至那天晚上给阿宁发短信的就是邱哥 小齐看着阳台上两个恩爱的男女 明白有很多事情都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 当邱哥从阿宁家出来后 小齐坐进对方的车里 拿出在阿吉店铺里发现的那张照片 上面的日期正是车祸那天 当时的阿吉刚跟女朋友去完婚 不可能带大老远去其他地方把妹 无奈下邱哥说出实情 那天晚上他刚刚升任总编 报社的同事们组织了一场新婚宴 当时的17生小齐也有参加 只不过提前从酒店出来了 行驶到半路汽车突然抛锚 无奈下他只能待在车里等待救援 不多时最久的邱哥也开车带着阿宁驶到这条路上 在两人相互调情时 意外的撞到了子凡开的那辆车 担心报警后出事 两人决定逃逸 后来邱哥连夜把车送到了阿吉这里 向对方说出实情 阿吉帮他从车厂弄来一辆同色同款的奔驰 挂上事物车牌 让他隔天可以照常上班 邱哥对小七说 你不会为了伸张正义 而去帮那两个陌生人 更不会亲手埋葬 这九年来一直照顾你的身边人 和那时候一样 你掌握的只是一部分真相 你想当15分钟英雄 还是继续跟着我 小七回到自己的车里 看着徐爱庭的照片 想起上次搜查那栋楼时的情景 当时阿伟看到这照片有点奇怪 而且房间里的照片上都没有阿伟本人 第二天他再次来到这栋大厦 暗想门铃后开门的是一个阿姨 对方说阿伟住在隔壁 小七认定这个警察存在问题 开始偷偷的跟踪对方 这天晚上他隔着窗户 看到阿伟正穿着雨衣在消毒 担心徐爱庭已经遭到杀害 用力的敲开房门冲了进去 然后与阿伟打在一起 可最终小七反而不是对手 被阿伟打倒在地 阿伟对给他一把钥匙 小七来到关闭徐爱庭的房间外 准备开门时 一旁的阿伟突然说 两百万好花吗 小七听后一愣 脑中想起那袋钱 阿伟说我就知道是你 那时候怎么算都不对 不可能是徐爱庭 更不可能是子凡 原来是你拿走了一部分 所以才会关心这件事 房间里的徐爱庭听着门外的对话 思绪回到了九年前 当时他们通过绑架女孩 拿到了一千五百万 徐爱庭和子凡带着钱 返回住地后 发现小女孩已经被阿伟杀死了 这与他们最初制定的计划 完全不一样 三个人也因此发生了争执 徐爱庭和子凡带着钱 刚刚逃走不远 就发生了那起车祸 紧随其后赶到的阿伟 杀死了重伤的子凡 在警察还没赶到时 带走了车里的钱 小七离开阿伟家之后 找到了邱哥 给他播放手机里的录音 那是上次见面时 偷偷录下的邱哥自述 凭借这段录音 就能把他送进大牢 小七需要邱哥的人脉 关系来帮他 不久后 小七成为报社的主任 警方那边也会帮他 改成正当防卫 以目击者的身份解案 阿宁已经被邱哥 安排到电视台工作 两人再次相见时 小七提出一个疑问 前一段他被新主编 住门约了出来 对方珍惜他这个人才 主动邀请他 返回报社做主任 同时告诉了小七 很多背后的隐情 一直在整小七的 不是住门 而是阿宁 九年前在山上吃完饭后 邱哥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当时是阿宁开车送他回去 也就是说 肇事者是阿宁 后来让住门删除照片的 也是他 至于小七 他同样有个魔鬼一般的秘密 九年前拿到两百万的 的确是他 后来到阿伟家 用钥匙打开了房门 惊恐地发现 徐爱婷已经被砍断四肢 狗言残喘 阿伟让他杀死对方时 小七趁着阿伟不注意 反手捅死了他 这也是后来去找邱哥 做的交易 让对方利用关系 把他宅出来 电影十分精彩 鬼哥重点推荐 大家去看原片 自认为把关键的细节部分 已经讲清楚 有不同意见的朋友 可以评论 喜欢鬼哥解说的朋友们 点赞关注转发吧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